您是有提到說北捷的部分 行控中心沒有辦法制止的 用手動防洪 不過北捷今天是有反駁的說法 他說現在是已經有改進了 是可以的 我們現在碰到 碰到南部的水災 那大家都要有人機緊密 這個 大家都要有人機緊密這樣的精神 那我看到朱立倫市長 他也呼籲新北市能夠來協助救災 那我在這裡也呼籲我們台北市 或是市政府或者是民間的單位 我們大家也能夠來加把勁 那像任性城市 海綿城市 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拿來當口號 因為我看台北市的海綿城市的推動 就是我們道路的鋪面 其實到目前為止只完成了百分之零點六 那這個是距離這個目標是非常遠的 那這需要一個全盤的考量 是不是之後多看影片甚至可以折扣越多這樣 那是一個智慧城市推動的一個想像 大家仔細看我過去說的各種不同的方式 它是電子票證加電子商務的結合 它也是之間經濟的發展 它也可以實現其他的包括像自工社會 或者是減超無超化時代的一個發展方向 大家仔細看就會知道說 它未來在智慧城市不斷的落實裡面 那各種的價值會透過這樣的悠悠卡的升值來推動 台語影片 台語劇或者是台語歌嗎 你覺得可以推薦大家可以來入門嗎 我想有很多啦 其實最近好像馬如鋒他就過世 那我覺得他也覺得我們很懷念 那台語劇 台語歌 像我前幾天還跟翁立友他媽媽一起唱歌 那翁立友我覺得大家也不妨多聽聽他的歌啊 那我也常常在很多活動裡面遇到李羅 這些好朋友 我也希望這個包括現在文化部要推動台語頻道 那真的 台語的發展其實大家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其實更多的本土化 它其實是越接近國際化 也就是說越本土化越國際化 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一方面雖然要跟國際接軌 但是在國際的發展裡面要找出特殊性 那它的本土的多元的 各種豐富的文化的呈現也是重要的一環 但這一點更多 那個經濟樹造據 的燈 所以在那些日子 都會認識呢 是